- 根据中国航空新闻网的快选,远远飞行国际的报道称,就在3月25日,印度空军接受了4架CH-47支卢杆,英文人名为Ginux重型直升运输机。 - 印度空军在喜马拉雅山区的昌迪迦尔空军航空站举行隆重仪式,庆祝该基地第12连队,正式装备首P4架CH-47F支卢杆重型直升机。 - 2015年9月,印度与波音公司签订了购买15架支卢杆直升机的军售协议,总价值11亿美元,单机价格7333万美元。 - 在今年2月10日,美国的波音公司就已经宣布,为印度空军准备的4架CH-47F,已经抵达印度古吉拉特邦的蒙德拉港口。 - 印度作为武器进口大国,虽然国内装备的战机和运输机质量一直参差不起,被冠一冠国造的美名,但是印度方面丝毫不以为意,继续贯彻着谁的飞机好就买谁的理念。 - 很明显,三哥盯上美国波音公司的飞机已经很久了。 - 早在2015年9月,印度国防部就已经和波音公司签署了一宗大订单,预计为印度空军采购22架AH-64阿帕奇直升机和15架ZH-47支卢杆直升机。 - 印度近些年一直保持着和波音公司的友好合作关系,光是向波音公司采购飞机,一年就要花掉印度1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。 - 说起波音的ZH-47支卢杆,这无疑是一款机器成功的外销机型。 - 之一,和洛克西德公司的Z130大力神尼亚,ZH-47在生产线上,已经足足生产了超过50余年之久,到目前已经卖销往超过16个国家了,总生产价次超过1100架,绝对是当之无愧的空中汉马。 - 而ZH-47本身,则是一块多用途,双引擎,转连是神异飞行的重型直升机,早在1961年,就已经在波音公司的测试下完成了首飞。 - 目前仍然在美军中服役,在不久的未来,ZH-47支卢杆,有可能被SBL给替换。 - ZH-47的舱内内景,美国大兵马悠闲自在ZH-47支卢杆的独刺外形,是使用串联式悬疑。 - 这四架出售给印度的ZH-47的型号为ZH-47F,其为波音公司2006年升级化代的新机型,在原有的ZH-47D上更换了更大的3630KW输出动力的霍尼无耳发动机。 ZH-47F,完全可以在乘载接近9.5吨的赫载情况下,一二百八十千米每小时的速度进行高速巡航。 - 由于ZH-47F是鲁干的高远的能力和高机动性,较为符合印度空军,在喜马拉雅高海拔地区,骑驱地形下的日常所需。 - 而这一PCH-47F,也是经过印方特别定制的,据称,有着集成化操作的驾驶系统,以及成套的新型航电设备。 - 三哥恐怕是听到特别定制就来劲,之前洛克希德马丁公司,及印度特别定制的摩改F-11,F-211。 - 竟让印度上了一次登了,这次印度又在曲米特别定制,而是实时波音公司,已经计划在2019年末至2020年初,对现有的CH-47F进行升级换代。 - 新的BLOCKR的有效载荷已经超过10吨,并且可以在1800米的高空快速飞行。 - 相比于前一代的3月30KW的引擎,新一代霍尼维尔的D55715发动机性能由于超过20%,并且适配新型主动定联执行器系统,APS和飞行控制系统。 - 三哥这么一盘算又买亏了。 - 但是亏了又怎样? - 直升机都给送货上门了,哪有日收的理,除非印度以后不想买波音的飞机了。 - 直奴干直升机,曾经被中国军队青睐,中国军队最喜欢直奴干的优点,就是在重量较大,升线高,高原飞行性能极为优越。 - 在80年代,CH-47制奴干直升机,一度被中国陆航认为制除了黑银以外,第二种理想的高原运输直升机。 - 在80年代,中国曾决定进口6架,为中国定制的高原加强新CH-47直升机,然后引进技术在国内组装,最后再保持来国产化型号。 - 美国人对这比较以极为上心,高度重视,甚至让一架制奴干刷上中国国企来划解释飞行,并进行了快将假设高压线塔的任务。 - 很可惜,由于种种原因,中国最后通知美方取消了引进制奴干的计划,取消的理由很简单粗暴,木有钱。 - 厘量,薔薔薇,或许到达高密截力,称ommen过来。 - 厘量,薔薇,或许到达高密截力,称有人还能放置于联用盘子智格和智 hacker管他们的计划。 - 厘量,薔薇,或许到游就在宽作者 warriors。 - 厘量,薔薇,或许到达高密截力。